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意思的是 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早在2022年8月就将第四代半导体材料氧化加和金刚石列入出口管制 小编估计 美国是万万没想到 这才不到半年 被管制的一方竟然成为了自己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近年来 中国在氧化加的制备上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去年的2英寸到6英寸 再到最新的8英寸 氧化加制备技术越来越成熟 2023年2月 中国首科6英寸氧化加丹晶被成功制备 中国电科46所成功构建了适用于6英寸氧化加丹晶生长的热厂结构 突破了6英寸氧化加丹晶生长技术 可用于6英寸氧化加丹晶衬底片的研制达到国际最高水平 2022年12月 明家半导体完成了4英寸氧化加晶圆衬底技术突破 成为国内首个掌握第四代半导体氧化加材料 4英寸香丹晶衬底生长技术的产业化公司 2022年5月 浙大杭州客创中心首次采用新技术路线 成功制备2英寸的氧化加晶圆 而使用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生产的 2英寸氧化加晶圆在国际上为首次 在氧化加研究上 科技日报今年2月份报道 中国科研人员为氧化加晶体管找到新结构方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采用氧气氛围退火和氮离子注入技术 首次研制出了氧化加垂直曹山厂相应晶体管 研究人员表示 这两项工作为氧化加晶体管找到了新的技术路线和结构方案 氧化加是一种新型超宽静带半导体材料 是被国际普遍关注并认可 已开启产业化的第四代半导体材料 与氧化硅 氮化加等第三代半导体相比 氧化加的近代宽度远高于后两者 其近代宽度达到4.9亿威 高于氧化硅的3.25亿威和氮化加的3.4亿威 而氧化加的击穿厂墙 理论上可以达到8亿威每厘米 是氮化加的2.5倍 是氧化硅的3倍多 从功率半导体特性来看 与前代半导体材料相比 氧化加材料具备更高的击穿电厂强度 与更低的导通电阻 从而能量损耗更低 功率转换效率更高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氧化加的损耗 理论上是硅的三千分之一 碳化硅的六分之一 氮化加的三分之一 另外 氧化加具有良好的化学和热稳定性 成本低 制备方法简便便于批量生产 在产业化方面优势明显 氧化加性能优势显著 但仍存在明显短板和应用瓶颈 氧化加热导率仅为碳化硅的十分之一 氏硅的五分之一 这也就意味着 以氧化加为材料基础的半导体器件 存在着很大的散热难题 业界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法 去优化和改善这一问题 政治层面 中国对氧化加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强 早在2018年 中国已启动了包括氧化加金刚石 氮化棚等在内的超宽近代半导体材料的探索和研究 2022年 科技部将氧化加列入 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 国内氧化加材料研究单位 主要包括中电科46所 深圳净化半导体 上海光机所 家族科技 名家半导体 附加加业等 此外 数十家高校院所 积极展开氧化加项目的研发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技术成果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旺盛 这些科研成果有望逐步落地 其实很多人会把芯片和半导体两个名词搞混 无法区分它们之间的关系 说起半导体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芯片 那么它俩之间有什么联系 又有什么区别呢 半导体 顾名思义 在常温下 导电性既不像导体那样 导电性很好 也不像绝缘体那样 导电性那么差 就是介于两者之间 常见的有 硅 者 生化加 半导体主要由四个组成部分组成 集成电路 光电器件 分离器件 传感器 同时形成了四代产品 第一代 以硅 者为代表 从1954年5月 第一颗硅晶体管 到今天的微处理器 已有近70年的历史 硅引领了半导体行业的迅速发展 技术成熟 性价比高 被广泛地应用在集成电路领域 中国在2000年后 才开始大力发展半导体行业 中兴 华为事件之后 彻底转变了思路 开始走上自主研发之路 二 以生化加 T化音 零化音为主 生化加 具有高频 高温 低温性能好 噪声小 抗辐射能力强等优点 T化音制造的晶体管 具有相对较高的电子倾引率 运算速度将提升50% 消耗功率也将明显下降 零化音具有宝核电子飘移速度高 抗辐射能力强 导热性好 光电转换效率高 近代宽度高等诸多优点 第三代 以氮化加碳化硅 氧化星 金刚石为代表 第三代半导体 普遍拥有高机穿电厂 高饱和电子速度 高热导率 高电子密度 高迁移率 可承受大功率等特点 这个特点 使其可以用在5G 光伏 新能源汽车 快充等多个领域 第三代半导体 兴起于本世纪 各国的研究水平相差不远 中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第四代半导体 就是小编前面介绍的氧化加 集成电路 就是把电路小型化的方式 简称IC 这种方式主要应用在半导体设备上 也包括一小部分被动组件 其主要是利用光刻 刻石技术 将晶体管 微型电容 电阻 电杆 及线路布局在一小块晶圆上 最后进行封装 集成电路按产品种类 分为四大类 微处理器 存储器 逻辑器件 模拟器件 按照电路属性 分模拟集成电路 数字集成电路 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 芯片 又称微电路 微芯片 集成电路 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 体积很小 常常是手机 电脑等电子设备的一部分 可以说 芯片是集成电路的载体 也是集成电路的主要表现方式 在谈起CPU GPU 存储器时 我们常把集成电路称作芯片 集成电路和芯片的区别在于 一 二者表达侧重点不同 集成电路侧重于电子电路 是底层布局 而且范围更加广泛 我们将几个二极管 三极管 电容 电阻 混连在一起 就是集成电路 这个电路可以是模拟信号转换 或者具有放大器功能 也或者是逻辑电路 芯片更为直观 就是我们看到的指甲块大小的 长着几个小角 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物体 芯片更侧重功能 比如 CPU用来信息处理 程序运行 GPU主要是图片渲染 存储器 顾名思义 就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二 制作方式不同 芯片制造的原材料是晶圆 然后光刻 掺杂 封装 测试 才能完成芯片的制作 芯片制造 必须要使用到光刻机 刻时机等先进的设备 集成电路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工艺 更为广泛 它只要将完整的电路 包含晶体管 电阻 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微缩 通过布线连在一起 制作在半导体晶片 或戒至机片上 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 对于集成电路来说 光刻机 刻时机 并不是必需品 三 封装不同 芯片的封装 最常见的是 DIP封装 也叫双列直插式封装技术 双入线封装 这种封装的引脚数量 一般不超过100 间距为2.54毫米 集成电路被放入 保护性封装中 以便于处理和组装到印刷电路板上 并保护设备免受损坏 存在大量不同类型的包 简单来说 芯片的封装更加规则 方法也更加集中 而集成电路 封装大小 形状不同 方式方法也更多 四 作用不同 芯片是为了封装更多的电路 这样可以增加单位面积晶体管的数量 从而增强性能 增大功能 集成电路中 所有元件在结构上 已组成一个整体 使电子元件 向着微小型化 低功耗 智能化 和高可靠性方面 迈进了一大步 二者都是用摩尔定律 即 价格不变时 集成电路上 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 约每隔18至24个月 便会增加一倍 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这一定律 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半导体的范围十分庞大 它不仅包含了集成电路 芯片 也包含所有的二极管 三极管 晶体管等 集成电路的范围要大于芯片 尽管很多时候 我们把集成电路称作芯片 总的来说就是 半导体大于集成电路 大于芯片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 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的 Rough